因為最近大家都一直在講疫苗的事情 那昨天莫德納的事是疫苗到了 總統他們都在臉書上面有說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把這個疫情還有疫苗這個東西 當作這個選舉的口水戰來打負面的選戰 這個叫一個稱謂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我跟你講 剛剛去年疫苗的事情 我跟你講 常常是這樣 直報不是我 時間久了很多資料就跑出來 所以每個人都在問嘛 給你8400億的防疫特別預算 為什麼台灣後來是疫苗送的比買才多 為什麼在當時 我就覺得很好笑就是說 現在政府會說我們幫紅海啦 幫慈濟啦 幫台積電拿疫苗 我就很想問說你為什麼不幫你自己買疫苗就好了 市長不好意思再討論一下 因為減出賠啊 他就提到說去年跌跌28億的足夠疫苗 或是為了要配合中國復興協助 那他意思就是說 那慈濟啦齁 排氣墊鴻海 也再配合中國復興買疫苗啦 所以是這樣啦 政治不要失去人性 政治齁 是有道德底線 所以像是這樣啦 像這種人我根本就不想再跟他回應 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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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的